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季奇葩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季奇葩说感觉很陌生 第五季奇葩说 可以说是相当没有求生日了 不然也不能把节目头号黑粉里带拉来做导师 不过既然能插足铁三角马小康如何 第三也做足了能屈能伸的准备 于是他刚上台就秒电搭行真相现场 解根潮流的高晓松老师沉迷 于在网络世界里冲浪 大概因为如此形成太忙 才缺席了第一期的录制 立蛋接耿的技能马小康是服气的 自己说出去的话想方设法也要远回来 他在节目里的主要作用还是调节气氛 从第四节目到无比限自黑 尤其是选手 一不小心太严肃而陷入尴尬的时候 一旦会第一时间冒出来强势晚尊 同时出现的另一位新导师薛兆峰 大概是来了 这些题目有辩论的必要吗 一个我们随手转发的嗝 值得被赋予三个论点五个论句 从各种角度被讨论九分钟吗 在我看来 这些看上去都是老娘舅的备选题 从这些奇葩们的角度来解读后 总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不一样的参考 万事皆可变 在这长题目上翻出的可能性 才是奇葩说的功力所在 之后的几季里 奇葩说的脑洞越来越大 世界沐浴 长生不老 人工智能 虽然还是纯枪舌剑 但也有种神仙打架 凡人物尽的记事感 这次 奇葩说在选题上 又回归到了最开始的风格 我们不再是那个捧着瓜的旁观者 而是自己有观点有话说 同样在这场辩论里 参与着思想交锋 参考了别人的人生 在一场又一场的虚拟狂欢中 找到自己所站立的维度 这大概就是奇葩说最初的意义 作有深度的心灵 斯波和六个调的故事喜欢请分享哦 妈妈呆 也给换新logo了 各位闺蜜认识正版都市男女的心灵斯波 一学术的严谨看贵圈内经许可 谢学转载 长的吧 她的闹回路非常新奇 但似乎每句都无法反驳 马东问目入了文史者领地的经济学家薛兆锋 混得某某要不要去同学聚会 薛老师说 混得普通去 混得好的话可是要计时间成本的 这一季有很多老奇葩都被打回选手阵营从零开始 而黄之中 马威威 萧萧 秋晨四位被关在笼子里关站 顺便冲灯火体弹幕 萨制也很简单粗暴 两两边都赢了晋级输的淘汰 前两期选手就能少一半 并且选边提的时候都是盲选 比赛选根本不知道自己对手是谁 所以我们看到了好几对冲破四元比的孽缘 比如钢铁之南三红飞跟川普反正大的吵架辩论 的时候有种对方是女朋友的错觉 丽丝横着小眼神 也是每次了乖乖还假开人和中二继续浓厚的未来新对战 有种班级上老式 有等身跟爱认识 的同学同台的记事感 另一个来自隔壁节目的rapperSand Ben 自己已经洋溢着一股超越西言哈语的沙雕感了 但她遇到天生说唱基业强大的春花赵美容 这位姐姐的语速快过专业rapper 而且输出全靠走 比赛band还要苦 春花这个title被赋予了什么神秘力量吗 连说唱歌手被震慑到手足无措 还有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根本没法用念的 王者匹配到青铜的惨剧也有发生 偶像剧第一定律 高能学霸必须遇到带萌妹子 你冲着对方带灌吉堂论点 对方看你的眼神却看到了爱情的滋味 你在有理有据的说服对方 对方一不小心听出了心动的感觉 你还在这里输出空点 对方却只想和你来一场相亲 选手们资历和性格差异以外 成了判定这段节目质量的标准之一 有人是自身带着正义 害怕吵架当兴趣的嘴炮爱好者 有难过国际大奖或者在辩论圈里 已经是大涉及的人物 张随就是大道理 但无论副首尔还是詹青云 都属于脑子里有观点的差异选手 他们遇到的对手也多少掌握些辩论技巧 所以这两组的battle还算精彩 可万一他们碰上的是个真奇葩 这边你耐心讲道理 对方胡讲蛮缠不知所云 不管你是眼睛还是孔雀 这话跟变题又半毛钱关系嘛 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不知道不在同一频道的battle 是对哪一方的不公平 乱神谁死老师父 只是因为太直男吗 除去选手之间的性格矛盾 讨论度很高的前两期变题 都是之前老娘就话题升级版 其中还真的有一个关于求生欲的变题 面对你有的求生欲测试 演戏还是做自己 这个话题线上线下都挺流行了 而所谓的求生欲测试 其实就是女生为了几年男朋友 是不是足够在乎自己的一系列问题 即使是男明星也都是逃不过的 但特意难去测试的求生欲题目 其实老经济转弯的成分要更大一些 请看李弹的亲身示范 这论battle之所以让我们印象深刻 出了话题本身的熟悉感 另外一个原因是这场辩论 是两个极点的相遇 辩论的双方是造作的新吉帕 丽丝恒和直男代表老奇葩三红飞 丽丝恒一亮相 就成了其他奇葩 眼中的张大大本大 他不仅没有辩论过 连节目都是第一次渡不过 他的戏经兼分 完全战胜了新人的弱势 给他一个话筒 全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明明普通话能拿等级证书 却偏要做川普变手 称词上 他也充分发扬了川鱼人民 这爱百龙门镇的传统 句句单哑 张鸿飞讲话有一点口诗 完全不是妙语连珠疯狂输出的段子型选手 但尚在认真严肃 不管是表情还是气势 都是为人整直不屈一身正气的典范 这种强烈的反差因了沈玉琳飘过的弹幕 好像是爸爸在训儿子哦 两个人破题的思路也完全不同 李四恒从题目的三个关键词各个击破 先是求生预测试本身 女朋友不知道有的题目很荒谬吗 她也没有当真而已 至于演戏呢 本来就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可能是一种情绪 最后 为什么只有女朋友会对你进行求生预测试 别人怎么没有心情来搞你 说到底 还是因为你是她唯一的男主者有 三红飞只对准了一个点击火 把求生预测试的存在解读 成了对直男们的人格打压 可能是没少费 女票折磨吧 飞飞的乐器肉眼可见 她的电词主要由排比就构成 详细列出了不平等条约 恩怜来佐证称服的后果 感觉她和女朋友的聊天记录 分分钟会被挂到直男 把眼包吐槽成大猪蹄子 各自的观点陈述之后 是两分钟的开杠环节 在这一回合里 有名钢铁直男制别记 李思恒首先就针对飞飞的陈述开杠 求生预测试 真的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吗 张鸿飞甩住自我认知的灵魂发问 李思恒直接推回去 哎呀听不懂 一招左勾拳打在了棉花上 张鸿飞打出物化女性这种高端词汇牌 而且放在了护照时间的最后 可以说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政治正确大杀气了 但李思恒委婉的表示 大哥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李思恒情绪满满的带入立场 看上去撒坡打滚 其实正好好笑又精准的消解了张鸿飞 对求生预测试的无限拔高 在护肆环节扳平了比分 面对飞飞的声嘶力竭 李思恒在最后次两波前进的用分测来归结变体 观点过瘾 而且全程报金句 也就成为了第一个战胜老其他的选手 这道题让两个男生来变 反而让我们更看清他们面对充满求生欲 期末时心理想的小酒酒 比如通过飞飞的辩词 我们就能知道 在这种耿里 有的男生会上升到尊严的地步 再加上李思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打法 让张鸿飞的 一套套大道理根本无从释放 有人讲道理 有人讲情绪 一方把情绪当成任性耍赖 另一方把自尊看成上高上限 其实关于求生预测试 要不要做自己 这个题 必带一句话就已经拆穿了根本 感情中道理是讲不清的 最后不讲道理会赢 飞飞说的本身没有什么错 但在感情生活里 毕竟并不是每个问题 都要上升到用道德评判 而他有些直男的观点 又不能戳中大多数人的心思 很容易被听到这些话的第三人 认为是他的不且风情 可以看出张鸿飞本身 就对这类调侃意见很大 完全是真情实感在相信自己的吃饭 张鸿飞在这一轮里会输 就输在了他选择了一个他感兴趣 却应付不来的话题 还把太多个人情绪放进辩论中 如果换一个辩题 张鸿飞的辩论能力 还是分分钟能被证明的 在孩子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 是要打回去还是告老师的体理 张鸿飞火力全开机动当模糊 最后成功晋级比赛就是比赛 没必要把自己信奉的一套理论 强行让别人也顺从 所以在后面的比赛里 也请包括张鸿飞在内的同学们 都给自己留一些求生空间啊 奇葩说变奇 总让我膝盖疼心 我也疼你往追奇葩说 哼 都会有种词X能力升级的感觉 因为奇葩们的斗志实在是容易上头 尤其方丧的时期看了会比较有斗志 而选手之外奇葩说还曾输出过一些的新鲜观点 想定二季有过这样一个变题 高学历全职太太是不是浪费 这到底关注了长期被忽略的全职太太一族 在此之前 全职太太给人的固有印象 不过是做做家务 带带孩子 浪费高学历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当我们带着辩论的思维去看这个问题 会发现他并没有标准答案 江思达就提出了教育的意义 在于培养一个人的思维方式 而非技能 而嘉宾变手扣乃心则发出灵魂讨问 这样的变题 让人对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答案 多了许多反思的空间 其他说还会关注到一些我们平日很少去思考的细节 例如恶劣天气叫外卖 我有没有罪 正反变手的陈叔都很有道理 但其实就到提隐藏的意义里 叫不叫外卖不是重点 重点是当对方穿过风雨送来食物时 要示出我们内心的善意 这种善意也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 像上次台风来袭 很多人都选择自己屯临时方便面 而静烧选择叫外卖身为贵圈长期吃瓜群种 其他们对贵圈各种吃瓜事件的态度我也颇感兴趣 在丑闻主角必须被万人约卖这一期 大家在为人扰明星出轨 剑爬侠 道德制高点等关键词 讨论了一番后 当年为了吸引眼球而亲手制造员 姗姗滚出娱乐圈话题的满锐 忽然在作为反方发言的时候 向袁姗姗道了一个骗 这个道歉也打动了蔡康勇 站在时 那么吃方都如鱼得水的蔡康勇这一次坚持了不该的观点 他说 万人约就像一只猛兽 只要被人放出来 就不可能再被关回去 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就像现在满锐向袁姗姗道歉 也不能挽回猛兽的伤害 不过这一期最精彩的部分 还是马东的反驳 他的核心观点是 将丑闻和悲剧区分 因为一件事是否是丑闻 是会发生变化的 就像过去金星变性 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但到了今天 我们再去看 当年对他的不理解是一种悲剧 网络世界的万人虐 不过是一种大众心态和情绪宣泄 并不代表我有多么高尚 甚至不代表我对你有什么成见 可能只是为了上一下而已 比起一些地方 会因为不戴头巾 而被人把鼻子割掉 因为受过教育被乱石杂死 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但这也不是最坏的结果了 明星靠自己的名气 获得了明和力 就需要承受被热带来的伤害 新一季的奇葩说 很多变题都只是 我们的生活痛点 如设处们人人都要面对的 职场菜鸟被压榨的压力 闲鱼们一边黑着眼圈熬着夜 一边日常使愿一夜暴富 但还是no more的不敢去同学去会 还有各种憋在心里口拿开的 两性相处问题 该不该向恋爱中的人表白 红包能替代礼物吗 直男要不要识别绿茶 随便一个 都是吐槽轩的热门常课 男朋友课 今打赏女主播 奇葩的公点是 打赏直播 也是另一种内容付费 用这种思路去面对男朋友 会不会能更好的经营一段关系 日常焦虑就更是常态了 谁还没个一夜暴富的愿望呢 但是奇葩说想说 暴富也是一种能力 过好日子要感谢自己 而不是崇拜经理 另一面 暴富也可能是个陷阱 越来越多的人把暴富 当成了一种精神寄托 虽然大家嘻嘻哈哈微博真好 可以做梦 但是当这种调侃 越来越成为常态的时候 我还是被沾青云洗礼 用温柔的观点洞察了内心 出了激增的变气 这一介奇葩说 还激增了许多新奇葩 为了突出自己 他们站到台上不像是辩论 而更像是作秀 辩论靠后的大友人在 但你说他们出现 在这个舞台完全没有意义吗 我会觉得他们的存在才是真的点了奇葩说的题 可能我们看不惯 但总会有这种想法易于成人 做法也很难让人理解的人类出现 生活是多维度的 我们一直认定的大道理 不一定就是唯一的真理 奇葩说人员不断输出层出不同的观点 正好让思维固化的大脑感受到新的刺激 也让观众再立身处事 但人间务实多了一个重新审视生活的窗口 一姐姐与吉时 奇葩说横空出事的时候 电梯总是和生活息息相关 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 这个社会是不是看脸 结婚在不在乎门帮户队 有人会觉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顺利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